我先幾個問題 來跟主委這邊做個提醒 我在106年6月28號 我們蘇院長在他接任院長的時候 他馬上他去表示說 為了落實洗錢房子的相關規範 法遵建立 但是法規過於死板 那個時候去講說50萬以下的款項 就不用特別申報 如果比較熟悉 銀行不用每次都去建行KYC的一個手續 這個實踐下來 我看各個在民間獲得好評 可是最近又碰到一個問題 我就剛才幾個案件 就是跟他說 如果我來嫁 因為最近在紓困嘛 你可能是走銀行的 有人搬家的 可能就是到他的同一家銀行附近的 另外一個分行去辦理 提款或者存款或者匯款的業務 也都沒有到50萬 就又碰到就說 我們這銀行現在好像變成減掉 這個很奇怪 我們有辦法 儘管那些是不是可以統一 你是不是可以相關的作業審查標準 港銀行就只有分行而已 就讓民眾又有這樣的一個抱怨 這個主委你再想一下 我給你反應 你怎麼說我沒意見 但我覺得這個要去做一個改善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3萬塊以上50萬以下 那他如果是一些 我們提到一些 例行性的一些匯款或者等等 你哪說在原來的分行 他已經認識你了嘛 他就不用再做 但是你如果走在北京去 他就沒有認識你了 那個其實也倒不是因為認不認識 實在是50萬以下 是我們好不容易洗錢房子 現在拿到中間的 拿到很好的 世界很讚的 但也不要因為這樣子以後 那你銀行到北京 覺得你是檢調機關的 最近我又碰到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說 有一些微型的企業的陳情 負責人要去銀行 申請紓困的貸款 递出申請以後呢 夭壽 銀行現在怎麼說你不知道 那紓困我們會做一個助記 那以後你的信用紀錄的不好 這個公司他就認為說 我一世人不要這樣做錢 他是遇到這次的一個疫情的關係 我是受到影響 是要申請貸款來付 有萬港的薪水 可是就變成他助記 第一線的行為 跟他這樣講 會影響到信用 這是主委 你說的這個 我以前沒有聽過有這樣說 去申請貸款 我就聽到兩件喔 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這個不是破產在紓困耶 那是因為疫情來 這是政府的一個好意耶 阿不然請這個銀行的當事長來幫你 沒關係 你們北京還有其他要問的 是讓你們知道一下 這個問這些董事長 這些都衛高權重的問 這個無敵教你們不知道 我認為啊 你們各個分行裡面 你們第一線的這些民眾反應的心聲 還是本時跟你們講這一些 要特別去注意啦好不好 你們這些董事長 另外呢就是說 因為這個助記之後 讓民眾會想到這個 在疫情的時候 有一點雨天收散的一個 那樣的味道啦 我來請教就是說 這次大家在說 華南永昌 華南永昌這間 產生那個主委 這樣了多少 還是要叫當事長說 一間補起來說 34億多 34億啊 那才我聽你當事長在說 什麼的股票漏 你們如果大了 股票漏 你們如果漏 那讓我一個感覺就是說 發行這樣的一個權證喔 你們不是叫你們來那個 跟民眾對賭耶 你們不是在開教堅耶 你們是賺那個時間紮工 還有那個手續費用而已耶 你們有辦法幫忙 要這麼多錢 用什麼你說你們34億嘛 好來 我請再問一下 還有其他的銀行有沒有 台灣銀行你們有發行嗎 沒有 沒有 第一 沒有 核庫 你們都沒有 大家都沒有 有證券耶 有證券耶 還有對景有嗎 有發行的給你拿一下好嗎 證券的部分 證券你們有就對了 照航有就對了 還有其他還有證券耶 有不 只有照航有而已 只有照航有而已 所以啊 就不聽就說 人家照航一定要30幾億 你們這些 法難才你們就這麼多了 像這個齁 你們到本席的看法啦 就是說 你券商去賣出權證 有時候你說要賺錢也會賣價差到時間價值 這不是在開條件去跟投資人對賭啦 所以呢 在發行權證的同時 有沒有去做成這個避險的一個交易 來鎖住這個獲利 所以我要請教主委的就是說 他券商應該去調整避險標的部位來維持風險中立 你們有去想看嗎 現在整個疫情在延燒 各位的國際金融市場指數將波動這麼大 連美國股市我們都看前陣子 看那個熔斷那麼多次 市場上到底有多少檔連結指數的權證 我要請教主委 市場 我跟委員報告齁 我現在手上是說 就這個華南永昌 他們這一次有受到這個損失的部分 就是因為他們連結台股加錢指數 這個部分是19檔啦 19檔 就這個華南永昌這部分是這個19檔 因為他在這個108年12月到109年3月的時候 你說的是19檔 這是只有你的關股 我現在要說的是你們底下 華南永昌啊 我們台灣這裡那麼多貫傷裡面發行有多少 這個會有系統性的問題耶 沒有沒有 大家如果像華南永昌這樣 重點是要做一個 剛剛委員有提到的一個避險的部位 是啊 他如果有做好一個避險的部位的話 他就不會有這樣子 但是你們不是路人家耶 我不是在這裡叫你提出看法耶 你叫做經管會主委耶 你下面有政治局耶 你有那麼多人耶 你們到底針對 那麼多的券商的全證的避險 你們有去想說 問說你們部位多少嗎 剛才這種疫情來的時候 產生衝擊的時候 你怎麼給你撥一件 其他還給你撥一件 你儘管會主委 你踏腳這件沒有了 你也要去考慮耶 開什麼玩笑 所以我們有馬上前面清查 看起來這是一個個案 沒有其他的任何 類似的一些證券商 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是嘛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是說 讓他們去建立一個最低的一個避險的一個部位 這你們比較專家啦 這你們比較專家啦 那政區局我請教一下 你們對那個永昌證券的避險的判斷 還是操作策略 裡面應該有 我都不太相信說這種專業的判斷 做多也虧那麼多錢 然後去做空方向也多錯 那不然留靠就好了 還叫到你們什麼專業經理人 所有這麼多的好朋友在這裡 這把在這裡的薪水也不管 你撐去就好了 不要亂拍照 都不要亂拍照 不然你也不會花錢 那不是這樣說 是 報告委員 那個 黃安永昌在這個案件之後 他們馬上有開始 因為他原來是避險不足 那現在已經做了全數避險 所以他已經把鎖定 他最高的損失就是34億 最高的損失就是34億 是 這叫做亡羊補牢 但是 本期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 譬如說我認為 金管會 或者我們證交所這個地方 你們很快就會對 華蘭永昌去專案的一個金檢 但是你這個金檢刷刷 我覺得也不好 主委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有點頭痛衣頭腳痛衣腳 無法防範未然 我來請教主委 有可能像這個類似情況的時候 我們有一套制度 先可以預先防範 譬如說避險部位要多少 還是說你有一個規則 規則是有的 你要有一個內控機制啊 也內控機制也是有的 不是這麼多投資 不是這麼多錢 我愛怎麼玩就怎麼玩 還玩錯了 我請問各位銀行董事長 你們認為這個不是很離譜嗎 我們不是這樣說 你怎麼當入獎像我也不 但問題我看到這個社會 不要說我們看了看不下去 那社會大眾哪聽得下去呢 我們的規範在什麼地方 要一個什麼東西來做一個市井 還是在規避人為的疏失啊 不可以說沒有啊 我把它鎖定了 我最大的損失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個本事聽不下去 主委你覺得呢 是 委員指教的對了 就是說有關這樣內控的機制 如何來落實 能夠有一個被檢視的一個機制 我想我們這個事件之後 我們會立即來檢討 有關這樣內控的如何落實 因為他這個都要透過相關的內控來落實嘛 是嘛 所以我不知道 沒有你也有一個要怎麼來市井 或者什麼樣的一個模型 不是說好啊 我們那個集合單位 你們那個集合單位一定去集合 對不對 你這個證交所或證據在這裡 你也一定要專案去金錢 給你金管都要進去 問題是說 我們看完之後 師父告訴你你應該怎樣怎樣 這很可怕 這很可怕 也就是說 機制是怎樣 大家錢都料理都沒關係喔 可以這樣子嗎 我覺得我覺得 主委 我們金管會有責任 要把這個機制把它弄得很清楚 而且這個規範 或者是不是本來就有 因為你沒有回答 是不是本來就有 他沒有按照本來的規範去做 啊避險部位都屬於人 這很可怕 我們常說系統性風險 系統性風險 你說要怎麼避險 不知道 屬於人 我要怎麼買就怎麼買 怎麼搖 我就搖 我搖這個一定會 又落兩千點 結果倒去15點 剛才都都去 你說啊死啊 做不對啊 趕快來 又來放空 哇 可以這樣嗎 我們會來深入了解 這個整個 所有這些公司的整體風險 管理機制 有沒有適當的地方 那我們會來全面做一個清查 我覺得這個主委 這個應該 因為你身為一個金融機構的 這一些的主管機關 你有這個責任跟義務 借這個機會把它建立起來 好不好 應該 好謝謝 謝謝 謝謝張六雄委員 下一位余天委員 余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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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請邱顯智委員 謝謝